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是在錄的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人體秘密大公開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體內的各個器官 到底藏了哪些不為人知的機密呢 好辣軍團們 又會揭露哪些誇張事件呢 大家好 最近有一個很扯的新聞 就是有一對情侶 他們在嬉戏的時候 然後女生 妳所謂嬉戏妳是含蓄說是不是 沒有...真的就是在打鬧 對 只是打鬧嗎 只是打鬧而已 哪裡打鬧 哪裡打鬧 但是原本很開心的事情 卻發生了一件遺憾的事情 什麼遺憾的事情 因為女生就會打鬧 然後可能就... 然後一開始沒事 然後過了沒多久之後 那男就開始肚子很鬧 然後喘不過氣來 趕快送去急診 最後發現 所以當他用力 一打下去的時候 他的小腸根尾 全部就都跑上去了 對 就卡住了 然後我沒想到 至楠妳來的假新聞 真的 真的啦 真的會這樣嗎 真的 就你沒有想到 原來人體的器官 是會移來移去的 真的假的 他就跑上去了 其實可能會這樣 他其實如果有破孔的時候 他可能會跑上來的 所以是有可能的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是有可能的 可是實際上看他女生 打的力道有多大 對啊 對啊 這個細細可能會... 沒關係 夾不好 要是真的... 器官的問題 你不知道可多了 沒有 認識我們的器官 好 常在身體裡面器官的秘密 醫師一致 揭曉來告訴你 器官阻塞好嚇人 嚴重程度超乎你想像 大腸啊 它其實是個非常有彈性的東西 有的時候滿肚子大便 有的時候這個大便 真的會多到 把這個腸子漲破 就有一個六十幾歲的 男性病患 那他來的時候 是有個很嚴重的那個 腹膜炎 肚子痛來這樣子 他來了以後 病發很嚴重的敗血症 那我們就想說 看起來 怎麼那個X光片上面 看起來肚子裡面 有這麼多奇怪的氣體 要想說一定是有什麼地方 穿孔的 那因為他有胃潰瘍的病史 我們第一個想到應該是 胃穿孔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趕快緊急 緊急把它開刀進去看這樣 開進去的時候發現 那胃怎麼還滿漂亮的這樣子 表面都沒有動這樣 他覺得裡面很髒耶 然後一打開那個肚子 都是很臭的味道 然後就想說 既然胃沒有 那檢查腸子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傷口 往下面過肚臍拉一點點 腸子全部拉出來的時候 就發現 在那個大腸後方那邊 他大腸上面有一個破洞 然後裡面有一些 糞水從裡面跑出來 我們就繼續往前找 就找到說原來 在那個大腸裡面 他有個大腸癌的腫瘤 然後那個腫瘤其實 大概佔了那個大腸的 一半的那個腸腔 那後面的糞便過來的時候 就一陣一陣有便秘 所以問他的病史的話 大概有半個月的時間 就覺得慢慢塞慢慢塞 越來越便秘大不出來 那腸子因為可以 裝很多大便 所以他就開始一直毀毒 那個大便又沒有說 非常非常的硬 他就是很像黏土一樣 一個一個塞 然後塞了後面的腸子 就開始散了 一股就把它漲破了 那漲破了以後那個洞 那裡面還有很多糞便 所以手術當中 我們就要把那個 大腸腫瘤的那一段 我們把前後的腸子移出 那裡面很多糞便 就拿那個臉盆來 把那個糞便導引出來 我記得導引了兩個大臉盆 人在麻醉的時候 腸胃還會蠕動嗎 還是會 因為它是一個自主運動 那我們導引 但我們導引靠蠕動來不及 我們就要用手去那邊擠 所以就一定要用手去擠 才能把它擠出來 然後就兩個大臉盆 然後這太臭了 我們真的就受不了 還拿那個毛巾 那個綠丹 把它蓋 蓋了好幾層起來 把那個臭味想辦法掩蓋 這個病人還蠻幸運的 因為通常像這種病人 就是你 就算是你把那個腸子 切掉了 接起來 他經過這麼多糞便 又擠壓 又撐 就接起來之後 那個接口的地方可能長不好 就很像你那個傷口 已經磨得爛爛的 會接不起來 但我們就做了一個 人工肛門暫時的 沒想到他身體還不錯 那個吻合的地方長好了 這個暫時人工肛門 半年之後竟然放回去了 所以後來健康出院了 他家戶病房也住了兩個多月 那個腸子是可以 占到多大的空間 我們如果有 具體比喻的話 平常你會覺得說 腸子的那個長腔 大腸 對 因為有點像小籠包這樣 對 它可以脹起來 我可以變成你那個大肉包那種 你知道 可以到兩三倍 它可以脹到這麼多 我們身體無限口有沒有 好神奇喔 對啊 全身 所以你看常常常你摸肚子會 都腫起來 那其實是大便滿肚子 對 而且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半夜的時候 就 即興 我就胃痛... 痛到不行 然後就沒辦法 我就去掛急診 結果我就X光一照 然後醫生就說 小姐 你看一下 你的這個肚子 你的大腸裡面全部都是大便 大便已經多到 所以你的胃痛是因為 大便太多造成 頂到胃是越有點誇張 頂到胃 而且我還雙倍確保說 你確定這是我的X光片嗎 我說因為我會覺得 我自己有素便 因為我每天都有大便 可是不知道什麼 妳吃很多 就是很多東西可能 你累積... 沒有變乾淨 每天沒有大還會這樣 我都有大 可是它是長期堆在我裡面 沒有出來 然後頂到胃 所以我就想說 天啊 怎麼那麼誇張 我一個這樣飄飄的那種女生 還在急診被人家灌潮 真的... 太止入耶 妳就知道 漂亮的女生也是要大便 對 妳覺得妳那大便 不是粉紅色的嗎 對 平常如果要像這樣 有便秘的狀況 因為纖維質 如果吃得不夠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 推進那個糞便 對... 所以如果不希望有這種素便的話 平常的青菜 真的要吃夠多 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水 這各方面 我這邊分享一個 七歲的小女孩 她本來齡壓力齒 在學校是班上的風雲人物 朋友非常多 可是這幾天 她開始跟爸爸媽媽埋怨 她不想要上學了 那家長就開始關心 問老師到底發生什麼一回事 那老師有提到 妹妹她開始 不喜歡跟小朋友互動 小朋友找她玩耍 她都不搭理 甚至上課中想了 告訴她要趕快進教室了 她還是自己一個人在玩殺 不進去 她有注意到 妹妹在看電視的時候 也越坐越前面 越開越大聲 當然就趕快 來耳比喉科門診就醫 那一檢查發現 她的鼻眼裡面有一個 非常大的轉塊 把她的耳朵的耳眼管給塞住 導致於她 耳朵兩邊都積碎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主要是因為我們小朋友 她的耳眼管比較平 所以她的分泌物不容易往下排 直到成年之後 她的耳眼管的角度 才會呈現45度角 才會比較容易排水 這時候幫她兩個耳朵都擺了通氣管 那同時做一個鼻咽的微創手術 把她的鼻咽的腫瘤把它拿掉 那化驗出來不是惡性的 是良性的 那積水的話 其實她 如果這積水久了沒有處理 她的神經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不管怎樣 有些醫生可能會 譬如說 把一個長針進去裡面把它抽掉 她就解決了 但是問題是小朋友 不太可能讓你這樣操作 所以一定是一次麻醉 解決她聽力的問題 也解決她鼻咽的問題 一次解決 那有沒有可能有 沒有腫瘤 但耳朵會塞水的 有 有 就是我 這個對 妳的毛病滿多的 真的 妳要不要分兩集來 真的嗎 我講的這個 都是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就是我去年有一次也是感冒 可是因為我本來就是 長期有鼻過敏的人 所以常常就是一直在流鼻涕 流鼻水什麼的 就很正常 所以我就感冒 我也沒有特別去看醫生 可是我那一次就是耳鳴 而且耳鳴 就每天都耳鳴 耳鳴一個多禮拜都沒有好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怎麼一個耳鳴 可以耳鳴那麼久 我才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一看就說 你的 耳朵就是積水 所以我是因為耳鳴 然後去看醫生 然後就像剛剛那個醫師講 拿一個 然後完全沒有麻醉 就直接這樣子 在那個整間這樣 給你塞進去裡面 然後把那種 那個機器這樣給你抽出來 超痛 真的 就是我整個是一邊 他一邊抽 我一邊哭 因為我就想說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我平常本來就很喜歡 流鼻涕什麼的 我都覺得沒什麼 是不是 其實 沒有啦 其實很多人 鼻涕倒灌很多 對啊 那就常常在流鼻涕 明塞的年輕人很多 因為我覺得耳鳴是那種 一天就兩天就忍不住的那種 有些朋友他會像映竹 他就是因為 那你鼻水從前面流 在公眾場好像不是很雅冠 所以常常會 做這個倒吸的動作 那嚴重鼻過敏 他發作的時候 你的耳眼管裡面連磨 他已經非常腫脹了 那你又做這個倒吸的動作 只要鼻涕一卡在裡面 出不來 完了你就形成一個負壓 這時候他更不容易往下盤 很多年輕人 他這個什麼 所以鼻涕就倒流 他也沒去看醫師 但臉型都會變 原則上你已經成年的情況下 臉型不太會改變太多 但是如果從小 像剛剛那個妹妹 其實也有鼻過敏的現象 他如果從小就有這種過敏的現象 我們在醫學上有一個叫 因為他會很習慣的髒口呼吸 所以嘴巴會這樣翹翹的 然後很喜歡樓鼻子 那鼻子也有點朝天 這時候他的嘴巴就會這樣開開的 然後嘴巴幾乎很少關起來 幾乎都這樣 我從小就這樣 我也是這樣 過敏 然後彈鋼琴的時候 我姐都說我口水快流下 因為都這樣 對 然後每天早上起床到喉嚨都好乾 因為氣不到氣 對 所以其實小時候 就應該要帶給耳鼻後看 其實皮膚大家都知道 是人體最大的器官 是 那這個器官裡面包含很多結構 包括我們毛孔可能會阻塞 汗腺也可能會阻塞 但是裡面阻塞 最容易發生事情 最嚴重的就是血管 其實我曾經有過一個 一個病人 然後來看診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他來看 他半邊臉種種的 然後他想說 他是被蚊子叮到 所以有瘋過性組織眼 可是仔細一看的時候 發現他鼻側的 像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 那所以我直覺我就問他說 你去打了什麼東西 他說醫生你怎麼知道 我上個月跟朋友去哪 去某某國家去打了一針 什麼這樣子 他自己也不太知道是 什麼 反正你知道 你會發現說在門診 你會發現很多人真的是 奇奇怪怪 他朋友打了他覺得很漂亮 他就跟著去打了 其實他不知道是什麼 這種是很多的 然後他打了以後 他就覺得說剛才十幾天 怎麼那麼痛 但是他想說正常的過程 他朋友也會痛 所以他朋友說 很快就好了這樣 那我看的時候 其實根本開始在變黑了 然後那個表面有點爛 那就是因為他打針的時候 不知道是什麼成分 去擠壓 或是去塞到那個血管裡面 所以那個血管分佈的 周圍的組織 像田一樣灌灌的這個組織 都沒水了 所以田都乾了 那皮膚沒有這個血液灌溉的時候 他就沒有養分了 所以沒有養氣了 所以皮就開始爛 照顧那個傷口整個花上了 這個兩三個禮拜以上 這個很嚴重的是說 不是說你後來好了就沒事了 你好了以後 其實常常皮是凹的 因為皮是萎縮了 然後會再長回來的時候 它變成一個 對 就凹下去了 小時候剛出生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說 我好像有一點 然後可是一直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那個發作的狀況 然後就是有時候會 吸氣的時候會有那種 咻咻咻的聲音 對 然後感冒的時候 也會有那個聲音 可是醫生就說 反正你就是平常 不要接觸 譬如說 然後不要接觸塵蟎 類似這種 不要讓你壓起來的可能性 就我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就是坐在窗邊 然後那個窗簾 學校裡面都很少洗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要睡午覺的時候 就把整片就是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 然後我真的不誇張 喘大概三四口氣 就昏倒了 就昏倒了 然後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我已經是在醫院 我媽已經來了 然後我就完全中間那一片 我是空白 然後我媽說就是她來 先到保健室 然後到保健室之後 我是昏過去的 然後一直吸不到氣 就是吸到缺氧 然後就把我送到醫院 醫院就說是那個過敏性氣喘 然後是對塵蟎過敏 然後叫我一定一定不能 譬如說地毯 然後娃娃這些都一定要 就是要避免杜絕這些過敏原這樣 然後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發現 原來我是有那個氣喘底子 以前都覺得過敏小事 後來接著就是我平常就會帶 那個氣管擴張機在身上 然後一直也就沒有飯 就覺得無所謂 後來大概隔了幾年之後 就杜絕塵蟎之後 有一次是跟男朋友吵架 大概高中大學的時候 然後吵一吵吵一吵 然後就很激動 激動之後就哭 哭一哭之後 又犯了 就是就像氣喘 就感覺說我要死掉了這樣 然後我就去醫院想說 沒有啊 沒有塵蟎 到了醫院之後 那個醫生說我是 不是過敏性喘 是然後他對 就給我一個那個塑膠袋 然後叫我吸吸吐 可是其實我搞不太清楚 我到底是哪裡塞住 還是過敏還是氣喘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要隨時 要帶著那個氣管擴張器這樣 但這裡面剛剛艾瑤儀講過幾個 他第一個講說 氣喘 氣喘基本上一開始發作的時候 它是呼氣的時候有 對 吸的時候比較不會 所以你如果到吸氣都有聲音 那個是 所以這個也很小心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過度換氣 那過度換氣 它只是一個呼吸速率的異常 它不是氣管真正阻塞 因為速率變很快 而且你沒辦法控制 你會覺得很喘 所以剛剛瓜哥有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很多人有幾次的過度換氣 經驗之後就拿塑膠袋 紙袋 對 塑膠袋或紙袋 就是一個 我們這樣呼出去的愛氧化 再進來 過度換氣就是 當你的氧氣進得來 但是你呼得太快 愛氧化碳全部呼出去 你的身體的酸鹼性會被打破 所以你的身體會 短暫會變成一個鹼性血 鹼性血就會覺得 那就是身體的酸鹼度不是中性 對 抽筋 對 可是有一個不要跟大家提醒說 如果你本身有氣喘的病時 你如果又 醫生也曾經診斷 你有時候某些情況是 什麼機動有過度換氣 這種情況如果你喘的話 你就千萬不要先用塑膠袋 因為有時候你自己很難分辨 那個是氣喘 還是單純過度換氣 如果你在氣喘的話 你用這個袋子在吸的話 那個反而不要危險 對 除非你每次喘 醫生都說你是過度換氣 每次喘都是跟男朋友吵架 純粹是壓力情緒引起的 這種相對比較單純的 那你可以用塑膠袋 那剛剛阻塞其實很多 氣管阻塞真的比較危險 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最懷念的鄧立軍 就是瞬間的 嚴重的呼吸道阻塞就過世了 很多藝人其實都是這樣 那在急診阻塞 大家都很知道 最怕是怕什麼 我們一個碰一個老先生 本身就是山高 年紀不是很大就是重痛 重痛之後又不良移行之後 活動力減退 基本上也是臥床 因為活動很不方便 糖尿病高血壓控制也不是很好 因為有一次被家屬帶來的時候 就說胸痛 胸痛 冒汗 心電力做完之後 發現沒有心肌梗才變化 那這方面造起來 那個看起來不是很正常 心臟相對也比較大 因為它有高血壓長期 所以那醫生在想說 那這個會不會血壓 一來血壓也很高 想說會不會是主動脈玻璃 所以馬上去送去做電腦斷層 結果做完之後 主動脈沒有問題 結果發現是另外一個疾病 是肺動脈酸塞 而且這個它只是後端的表現一個結果 它前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大腿 大腿的腿部的靜脈 深部靜脈 產生了酸塞 所以它的肺部動脈酸塞 是因為它中風過床 不良於心 長時間躺床之後 它腿部的活動太少了 所以腿部的靜脈 先開始產生血栓 然後腿部的血栓之後 有些一旦脫落 就跑到心臟裡面去之後 被心臟打到肺裡面去 所以它那個急性的胸痛 喘 倒汗 其實就是個肺動脈酸塞造成的 也有可能會痛 也有可能會 因為肺動脈一旦塞住以後 還有可能猝死 你的氧氣進來就沒辦法利用 因為沒辦法換氣了 沒辦法換氣了 所以它有時候可能會猝死 也很 如果量很大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猝死 大家第一個感覺 就是覺得是那個心肌流生 對 那是最容易的 這個有可能還有可能是肺 肺動脈酸塞 主動脈玻璃 這三大血管疾病都有可能 所以還好它是快速診斷 快速診斷完之後怎麼樣 我們就打血栓溶解劑 後來就恢復了 不過它溶解打完 它是把肺動脈的血栓先溶解掉了 它的腿部靜脈血栓要長時間 吃抗瘍血藥 所以黃金是三小時嗎 對不對 肺動脈酸塞的時間 可以稍微長一點 到12個小時之內 甚至有時候你24小時內 被診斷之後 它還有機會 剛才講的是心血管系統 然後我講一下肝膽的系統 有一個63歲的女性 來到急診的時候就是發燒 然後臉看起來就比較黃一點 她家人就趕快把它帶到肩 因為它發燒燒得很厲害 那問她說她最近小便都變得 跟紅茶人色一樣 看起來就像黃膽發燒 就趕快幫她排個超安坡 超安坡一做就發現 我們的肝臟 膽道走在我們肝臟裡面 而且還有看到一個結石卡在那邊 它其實就是 那這個結石可能從膽癌裡面 掉到我們的膽管裡面 然後塞在我們總膽管 總膽管就是 它這個開口開在我們十二指腸 我們吃東西吃完之後 膽癌會收縮 把膽子排到十二指腸 可是這時候被塞住之後 所以它就會產生黃膽 這種如果我們有趕快把它 石頭拿出來 或把它做引流的話 它這種就會容易敗血症 它就覺得很遲疑 家人也很擔心 怎麼一來馬上就說要開刀 後來就說可不可以不要開刀 那我們就跟它討論完之後 我們就決定先幫它做個引流 那我們是用內飾鏡 從嘴巴進去之後 它是十二指腸進去 那進去之後 我們會放一根管子進去 把它的膽子給引流出來 膽子正常都是透明的黃色 可是這種橄欖的一抽出來 都是像濃一樣的顏色 這種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很快就敗血症 那膽就要切掉了 就是後來幾天之後 跟它解釋完之後 後來決定要接收開刀 那我們後來就幫它 把管子拔掉之後 進去把膽道開口切開 然後把石頭給取出來 不過這還好 因為它其實沒有什麼傷口 因為就是從嘴巴進去而已 不過它過程 很痛 做的過程 好痛 十二指腸進比較粗一點 而且很遠 從這邊過到十二指腸 就照味精那些手術 對啊 好遠 不是現在一般都是用腹腔手術 我們的膽道的話 是用十二指腸進 可是接下來取完之後 你把水道的石頭清乾淨之後 就要把水庫的石頭拿掉 就是膽囊 那膽囊的話就用腹腔進了 對 要腹腔進了 對 膽囊就用腹腔進了 所以兩個是 不一樣人類似近的手術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像我們雞要吃石頭 因為它來消化 所以它是吃石頭的時候 它都是在裡面有石頭 我們也沒吃沙子石頭 為什麼我們會長石頭 這個大概擺石不久 為什麼會長石頭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我們膽子會 因為濃稠 它會預計 如果你這個人常常 或他要高手指類的石頭 它會變得很濃稠 那就有點像 它就會慢慢沉積 產生小結晶 後來會產生結塊 對啊 我看的 就像你煮茶 煮酒的時候是會有茶夠一樣 所以那就是夠 然後變成越來越硬 這只是類似 當然機轉上不一樣 因為兩個機轉是不一樣 可是類似這樣 所以如果常常飲食不正常 常常空腹很久的人 或者是他常常吃高油脂 導致他膽脂濃度 那些分解物更多的 還有一種是胖極瘦的 對 像有一些病人的話 他並不是因為就是油脂的關係 他可能是先天有一些膽道的問題 像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剛剛講說 像這樣子 可以用內視鏡取食 如果失敗的話 內視鏡 我們這十二指腸鏡都失敗 下一個就是要 這樣子 那我們之前就有問過 二十幾歲的年輕女生 她是出生 就知道 簡單來講就是他那個膽管 就是很容易就塞住 塞住之後膽脂變得很濃稠 就在裡面濃稠自己結晶 結出來的那個石頭 真的會有點像是小小的 有菱角的那種結晶石那樣子 那種狀況 然後很可憐的是因為 膽脂是肝臟分泌的 所以肝臟裡面 有很多很多膽管 那它那個石頭 就可以有很多很多 形成的地方 有很多死角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膽道全部都塞起來 然後怎麼樣拿到沒辦法的時候 我們最好開一個叫 斜勒下這麼長的一個 數二十公分的傷口 然後把裡面的石頭 一一夾出來 那這種先天膽道必鎖的 這種病人很可憐 他生成石頭的時候 因為分支太多 我們如果說一個彎盆 是像這樣子 月亮形的這樣 他可以夾三四個四五個 那裡面全部都是石頭 那夾出來之後 你心裡面會知道說 這個很快可能 又會再捲土重來 然後一捲土重來之後 他就會開始膽肌 淤肌 然後有敗血症的症狀 然後整個人 都會變成橘黃色的 像這個女兵人二十幾歲 你就看到他清清秀秀的女生 整個那個皮膚的顏色 真的就是那種橘黃色 深橘色的那種顏色 而且我發現醫生 你不是在夾石頭 就是在夾大便 我跟搶盪很有酷 搶盪的內容物很有緣 對啊 因為她是痴瘡的 怎麼會很厲害 所以只有看那個空 太有空 大家可以想像 只要是管狀的器官 大概都會有阻塞的可能 包括鼻腔 食道 剛剛講 腸道的部分都會阻塞 在婦科器官的話 其實也一樣 我們可以想像 婦科的話就是從 其中的話 陰道會阻塞 子宮的部分 有子宮腔也會阻塞 那輸卵管的部分 也會阻塞 那我有一個病人就是這樣 她大概三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那來的話就是跟我講說 她下腹部痠痛 那但是其實她下腹部痠痛 已經很久了 那過去的話 她其實就曾經常常的 骨盆腔發炎 她在外院其實都有打針住院 可是那個是大概五年前的事情 之後她就一直都有這樣子 下腹部不適的一個狀況 那回去看醫生 醫生就跟她講說 因為你過去發炎過 可能裡面有一些 沾黏的狀況 所以才會這樣痠痛 可是不建議她 直接開刀去解沾黏 因為我們知道 有時候開刀解沾黏 如果不是很嚴重的狀況 之後可能會沾黏的更厲害 所以我們一般不是到 那種腸道沾黏 都阻塞了的話 我們通常不會這樣開刀 那但是因為她下腹部 還是痠痛 而且她已經結婚 兩年都沒有懷孕 所以她就想說這樣不行 我應該來婦科看看 我過去骨盆腔發炎的狀況 是不是還在 那我們就是幫她 掃了一個超音波 看到兩邊的疏軟管的大小 就開始發現有問題了 我們正常的疏軟管 的一個直徑的話 大概在0.5公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有點像是小蚯蚓 那但是她那個超音波 直接下去看 哇 看到蚯蚓變相長了這樣子 變成3公分粗 很明顯的就是 她其中的一邊疏軟管 有水腫的狀況 有阻塞的情形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只好 再幫她排一個疏軟管攝影 發現她的兩邊疏軟管 一邊就是很腫 整個腫起來這樣 但是另外一邊 雖然每種也是塞住的狀況 那我們要知道說 其實疏軟管水腫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會屬於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況 這些慢性發炎的物質 會進到子宮腔內 那造成子宮腔的一個 難以著床的狀況 所以會造成她 沒辦法懷孕 所以必須把疏軟管 水腫的那一側拿掉 那後來在樹中 我們也試著把它那一邊 另外一邊沒有水腫的 一個疏軟管打通看看 後來還好有打通這樣子 所以她後來 在這次手術之後 大概隔了一年多 就順利懷孕了 所以其實在婦科的器官 有非常多會水腫的一個部分 如果是疏軟管水腫 常常就會造成不命的狀況 好 那第二 器官鬆弛超害人 跑到意想不到的地方 腸子 腸子一定會 胃下垂 子宮不是也會下垂嗎 對 子宮 很多媽媽身為小孩子 都會掉到那個骨盆腔裡面去 胸部 胸 對 胸部也算是別的地方 是器官 算嗎 我們臉也會 皮膚 腸子亂跑 我們其實大家 很常見的就是叫 只要腹腔裡面 有任何的一些 比較脆弱點或一些小孔 它都會亂跑 會跑 比如大家聽過 我們知道有時候 有些人肚臟 捧一個很大一塊出來 為什麼 你的腹臂會為你薄弱 腸子從肚臟撐出來 那個叫肚臟氣 腹骨骨散氣 腹骨骨散氣 什麼叫腹骨骨 就是人魚腺 這個叫腹骨骨韌帶 所以這邊如果是腸子 跑出來的話 所以以後人家亮人魚腺 你那個是扇氣 那個跟住的是扇氣 有扇氣人魚腺就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這個是大家 最常聽到腹骨骨散氣 可是大家很少會聽過 沒有聽過腸子跑到大腿上 腸子跑到大腿上 怎麼掉 我只知道會掉到搞完 OK 那個就陰狼扇氣 那個其實就是腹骨骨散氣 跟著這個一起下去了 大腿上 我們叫股扇氣 大腿 對 為什麼會有骨散氣 我們在肚子裡面很多器官 它有些比方說 它總是要開口 比方說我們的股神經 股動脈 股靜脈 它從肚子大動脈大靜脈 它總是要到大腿去 所以腹腔裡面 本來就有個叫 我們叫股隧道 那這個股隧道 基本上就是股神經 股動脈 股靜脈 從這個隧道穿過去 到大腿上去 你說男生 女生都會 男女都有股動脈 股靜脈 股神經 可是如果這個開口 如果太大的話 有時候腸子 有時候也會跑下去 所以它跑下去 它那個腫 就在人魚腺下面 跑到大腿的前面 或是大腿內側 所以外觀是看得到 外觀有時候會嚴重的 會大的話 它會看到一個 鼓起來的小三丘一樣 好 天啊 大家以為只有腸子 會過去嗎 我們看一個病例 曾經有個病例被報到 一個女性 年輕女性 她大腿的內側 就在那邊 摸到一個硬塊 也不是很痛 輕輕壓 有時候又回去 因為這個地方就醫有點尷尬 就是你的私密處內側 所以她就沒有看醫生 沒有看醫生 直到有一天她晚上 突然間痛起來 那個痛是 她說前手未有痛 巨痛 醫生一看 基本上一看那一眼 大概就知道 那就是股膳器 那股膳器基本上 因為它這麼痛 大概就是腸子卡住 腸子跑進跑出 跑進跑出 不會有問題 不會痛 可是一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 它卡住 回不去了 前面就壞死 那怎麼辦 就要開刀 所以股膳器的診斷 是很快的 要馬上 要很痛 要馬上安排手術了 沒想到開進去的時候 它不是只有腸子 大家想想看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它的 很遠到大了 對 所以剛剛講就是 它其實就是 從這個骨隧道 因為它有個洞 所以腸子可能在 進進出... 進進出之後 它就把一側的同屁的 酥亂跟卵巢 還會再往上 還會有別的器官往下掉嗎 等一下會別的一次介紹 往上跑 我先講往下跑 天啊 屋子走的 它是肚子裡面的器官 因為它有些洞 有些洞 開口的時候 你腹壓增加的時候 除了腸子 還有別的東西跑進去 所以開完之後 先把它先腹位回去 推回去 然後推回去之後 把那個洞 再給它補起來 讓它補起來 因為說小孩子說 小孩子出生 一直哭 一直鬧 憋氣著就會有 小孩子的善氣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不同的部位 它不同跑 所以剛剛講陰狼那邊 大概就從腹骨溝這邊 一直順著滑去 男性就滑到我們的稿丸這邊去 那女生會滑到哪裡 女性會不會那麼深 她會卡在這邊 她基本上就在腹骨溝這附近 我小時候有開過善氣的刀 對 就是腹骨溝善氣 對 她會跑到這邊就卡住 哭太用力了 沒有 這邊要澄清一下 不是因為哭太用力造成那樣 它是因為本來 可能在那個胚胎發育 最後在收長大的那個過程之中 它那裡就是有個通道沒有關起來 而且我小時候 因為一直有人跟我說 所以我想說 真的 我真的 會不會有可能 我只是想說 會不會我有一些東西 還沒有發育長出來 有可能 對 然後後來我長大才知道 原來女生會 我會不會到現在都還沒長出來 對 還是有可能 還是她已經就弄完了 對 那剛才是講下面 我講是上半部的 就是一個40歲的女性 那她常常因為 會常常咳嗽 咳了很久 那到處去看醫生 先看耳鼻歐科 吃了很多次的感冒也沒有比較好 可是她有時候會覺得 所以要看了胸腔科 那胸腔科也是開來給她 吃一吃都沒有比較好 後來她會去看耳鼻歐科 那一個醫生跟她講說 你這個可能不是呼吸道問題 你這個有可能是 去找腸胃科醫師 那我們就幫她做一個內視鏡 那做完之後 我們就發現她的噴門口 噴門就是 噴門就是我們的 食道跟胃的交界那個地方 它 沒辦法關起來 它就一直開著 它會一直開著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這是我們的一個結構圖 剛才其實有講到 就是食道 然後這是橫隔 這是胃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開口 它因為這個地方 它往上移了 看我們這個圖 跟這個圖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胃在下面 可是這胃它有一段是往上移 對 那它的擴躍機本來在這個地方 這邊擴躍機本來跟我們的橫隔 可以一起幫忙它關起來 但是它往上移之後 它就關的力量就很小 就鬆弛掉 就鬆剝了 那更嚴重的 如果破孔更大的話 有一部分 就剛才講的就是 移位了 對 搭一下肚子之後 對 器官就跑上來 實際上是有可能的 是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這種的話 如果很嚴重 這種有可能會需要開道去做修補 那像這種的話 它會一直不斷的滑動 這種要不要修補 要看它的嚴重狀況 其實大部分是不用的 大部分它只要 它只要吃藥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些如果說 它藥物治療 效果非常差的話 它就必須做一個 把它稍微包覆起來 讓它的那個胃開口變小一點 胃酸不要不斷的滅油 那胃食道逆流就是所謂的 它會一直這樣往上噴對不對 對 胃的胃酸 因為你一直往上噴 你的食道會燒 對 一直燒燒燒就變食道癌 會 對 它一開始會胃食道逆流 後來可能會變 對 巴瑞特食道 巴瑞特食道大家聽過了 它就是黏膜一個病變 那它這個黏膜病變完之後 如果久之後就會 低度分化一場 中度高度 到最後就變食道癌 所以如果去做檢查的時候 也要跟問醫生說 有沒有 除了說胃食道逆流以外 它是第幾級的 有A分成ABC 低 然後第二個是說 有沒有巴瑞特食道這個問題 我發現有時候 你會不知道自己有胃食道逆流 因為通常胃食道逆流 不是症狀都是 你有很灼熱感 而且會咳嗽 對 通常會這樣 但是 像我有一次 我那時候是因為我 到高音的時候就掃瞎 結果我看了之後 它就照碼 發現我的身帶上面 有那個微血管 就是小小的那種微血管 有點身帶 有點受損 然後後來就是反正 在醫院做了一大堆檢查之後 發現我是因為 胃食道逆流 騷啊 對 對 然後跑到身帶去 然後身帶灼傷 然後我就說 我有胃食道逆流怎麼可能 我沒有症狀 我沒有症狀 有的沒明顯 晚上在... 有的晚上睡覺 它衝上來你為什麼 然後醫生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有吃宵夜的習慣 我說對 就是我吃完宵夜 可能一個小時 我就睡覺了 然後他就說 絕對不能這樣 因為我就是因為這樣 讓微食道逆流 濁到我的那個身帶 其實那個微食道逆流 它變化很多 有時候是用咳嗽做表現 有時候用胸痛做表現 胸悶 有人用肚子痛 所以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這裡 食道附近有很多 膠感神經 有人他會用喘做表現 很有趣就是會用 類似過度換氣 他一發作他就會過度換氣 所以這個也會 所以我們也是照味精 我就會說 你一定要好好幫我 看我的食道 我印記的時候要看 到底有沒有燒什麼 因為說實在 你有晚上吃宵夜 躺下去 你燒了幾十次 你可能都不知道 對 然後我是真的 一直早上起來啞一啞的 對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是身帶的問題 原來是因為胃食道逆流 我才知道自己有胃食道逆流 但是你看別小看他 燒久了 他就真的會變食道癌 對 我就有點像是 陳醫師剛剛說的 可能是 就我以前到 就是高中的時候 是讀護理系 那壓力非常非常大 對 然後只要一到大考 我的胃就開始痛 但是莫名痛 我以為就是緊張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痛 但是有一次一直復發到 就是被自己 就是像剛剛映竹姐姐講的 就是食到 燒到不行到喉嚨 然後 你有一種想要嘔吐的感覺 但你也不確定 你很緊張的是什麼問題 你也不知道 然後自己把嘔吐就吞回去了 對 那是第一次 一直到後來是 已經憋不住 他是整個爆 爆發型的 你要爆的那種狂吐的那種 然後我才知道我可能自己 就是有一點問題了 才後來去掛急診 對 那你很厲害 你這個胃是到底 你可以噴那麼高 對 我們是噴到這裡 你就胃回來 你會噴到那麼高 我是吞回去了 我把它憋住了 吞回去了 對 然後 那很嚴重了 後來是真的不行了 然後跑去掛急診 一開始的 一般的醫院就懷疑是胃溃 所以安排做了胃鏡 照胃鏡之後 才發現說 你這不是胃溃 然後就鬆了一口氣 結果是胃手逆流 然後後來開了藥 你反覆吃 但是 因為我是一名主播 我那時候有兼職在做主播 那你為了要主播 要吸引別人 然後我就設了一個主題 就別人噴 就... 對啊 對啊 好精采喔 好精采喔 來了... 太精采了 那時候為了要吸引觀眾 我的主播的主題就是 播吃播 對 播吃播 吃了很多 然後就是可能 你只能吃八分飽 但我硬吃到十分飽 是... 然後可能記得 一個小時內 我可以吃多少盤壽司 那你胃... 對 你那時候會不會 要賺錢 你會付出很多東西 然後吃了之後 一下波又狂吐 就是你已經受不了了 但狂吐 然後後來又造我第二次胃鏡 所以我人生總共造了 三次胃鏡 都是胃燒膩 然後醫生反覆開 那個藥給我 但我是吃完 然後不痛了 然後就不吃了 然後就一直等到 下次復發再吃藥這樣 你真的還要生氣 這是不乖的病 我現在其實一直還有這個症狀 就是反覆回症 不是 你現在還在做這個主播吃 沒有 後來就不行 因為胃真的受不了 對啊 沒有 他是播錯了 應該播後面吐的部分 對 吃也要播 吐也要播 對 這個才是厲害 一條龍 剛剛提到的都是 結構的鬆弛 那我這邊提到一個是 結構的破壞 有一個二十歲的病人 男性病人 他被會診 因為他出車禍 然後來急診 那來的時候 就整個臉都腫得跟熊貓一樣 對 然後同時又同時 正在 我們第一件事 當然要趕快幫他做止血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 我就請他頭抬高 不要動 那才剛對準 頭頂剛對準 準備要把鼻子血綿 放進去的時候 他馬上 我再把他往上調 你不要動 他馬上又再往下調 這個時候我就問他 你怎麼了 我請你先不要動 他說醫生 我不這麼動的話 我根本看不清楚你在幹嘛 那這時候 才仔細地發現 他左邊的眼睛 可以上下移動 都非常正常 但是他右邊的眼睛 只能夠左右 但是不能上下動 那這個時候 因為他眼睛都很 坦白講 因為眼睛兩邊都很腫 那也滿對稱的 我就趕快去把他調 電腦斷層來看 才發現那個時候 他的眼眶骨下面的地方 他框下裂整個都裂掉 所以他裡面眼睛周圍的 脂肪跟肌肉都往下垂 垂到他的鼻洞裡面去 垂到鼻洞 對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的肌肉被卡住了 好 下面 我們眼睛下面有一個下止肌 還有一個下血肌 所以導致於說 他沒有辦法做上下 這樣移動的狀況 這時候我們趕快 會診眼科醫師 就一起進開刀房 幫他做一個修復的動作 因為他已經造成 開眼睛喔 對 把他的骨頭 把他組織往上推 把眼眶底下的骨頭 把他做修補 這個其實不少見了 我們這個俗稱 我們叫拳擊骨折 就是拳擊手 就打的時候 我們在眼球 眼球用你的正面 如果有一個力量下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眼眶四周 它的底部是最薄的 所以那個壓力很大的時候 它第一個壓力往哪的時候 就往下方 所以它就往下面破 一破的時候 我們結果眼球下止去被卡住 卡住你的眼球 就沒辦法正常 眼球卡住 為什麼叫拳擊骨折 就打拳擊就打臉 眼球還在眼睛上面 對 怎麼會說眼球不見 所以 嚴重的時候 它會有些下沉之後 它那個活動會很明顯 但是很輕微有時候 一開始不容易被看到 我們兩個 真的 很危險 大家就講到鬆弛 我相信第一個 現在直覺反應就會講皮膚 因為皮膚鬆弛是 大家都會很在意的事情 那但是呢 講到皮膚鬆弛 大家都會以為直覺覺得是老化 但是其實還有一種鬆弛 其實是最嚴重的 就是說 你體重忽然減輕的時候 那種鬆弛 瘦太快 對 我就曾經有一個病人 然後他不曉得多久以內 他說他從120公斤瘦到60公斤 然後他跑來給我們看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一個困擾 他那個肚皮就是他穿 對 對 他這個肚皮上下五公分 然後可以掉出來這個腰部的地方 五公分 然後其實他 他只覺得說他應該來看醫生 但是他其實不知道他應該要看診外 他只是想說現在 電波拉皮跟陰波拉皮這麼有效 他想要來打電波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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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能還快一點 對 那要減掉吧 那其實他那個程度 真的像大家講的 他那個不是說我們做電波拉皮 陰波拉皮可以收得了的 因為他不是只有皮的鬆弛 他皮下的筋膜什麼 通通一起鬆弛 我們在拉腹部皮有兩種拉法 一種叫小腹拉皮 一種叫一般的腹部拉皮 那小腹拉皮可以從這個 比如說比較下齒骨線的那個地方 就把它收在那裡 可是他根本沒辦法 可是要切到一點皮 他要從那個肚臍的中間繞一個圈 然後從肚臍的旁邊 還要做一點這樣子拉皮 把那個皮切掉 然後再把皮拉緊 那有可能一次到位嗎 這個到滿可能一次就 那一次做完以後 還是要分好幾次手術 基本上那一次做完以後 它效果就還不錯 那當然之後可能還有一點點 上下一公分 兩公分 大部分的人就已經可以接受了 他如果再剪20公斤 就要再做一次 對啊 他如果再負胖會會增破 因為他皮... 不會 不會... 因為其實皮會再長 是喔 所以你如果再胖的時候 就會再長... 然後又要再剪 因為... 因為像那個披薩皮對不對 對 你要把它剪掉之後 縫起來會不會增破 可是你再胖起來會不會增破 他說不會 你還會再整 再長又要再剪 我們就講皮膚是... 皮膚是人體最大再生器官 所以你其他的變大皮膚 一定也會變大給你 換孕婦怎麼辦 但是你有想過 其實全世界最珍貴 就是我們自己身上的皮 你看買再貴的皮衣喔 刷牙 牙膏掉上去 都不會洗得掉 空到油去那個什麼口紅啊 都洗不掉 對 但是你掉到你的人皮上面 因為千字筆畫 你也可以洗掉 什麼都可以洗掉 只有一個刺青是很難的 刺青上也洗得掉啦 對啊 皮換人啊 你掉醬油掉什麼 一洗就洗掉 我們那時候都不要穿衣服說 對啊 所以人皮最好用啊 對 對耶 對 其實我還要預防 預防皮膚鬆弛喔 不要一直想說 我要看老化看老化而已 你這個 對 是 我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是來找我開痔瘡 那開了以後 他恢復得很良好 他就跟我講說 醫生我媽媽七十幾歲了 他人一直住在香港 他沒有辦法過來 然後他因為一直都有 痔瘡脫水的問題 所以這樣好不好 他沒有辦法過來給你看 我給你看他的照片 你幫我看一下 你能不能幫他處理 可以的話 他從香港飛過來找你這樣 那你知道有時候我們 職業久了 臉就會很歪 有點驕傲心 想說哪有多大的痔瘡 什麼都看過嘛 對啊 什麼照片沒有看過這樣子 就去看了一下那個照片 這樣子 就發現 這是一個直腸脫垂的狀況 那這邊也會教大家一下 怎麼樣知道說 直腸脫垂 還是痔脫垂 你如果脫垂出來 從肛門出來的東西 是痔瘡的話 你摸起來會覺得 它就是一塊一塊一塊 或只有單一塊 你推回去就覺得軟軟的 好像一個肉球那種感覺 但如果脫垂出來 這是腸子 它掉出來是個圈圈腸 你就會覺得摸起來 它是一個 好酷 就像大腸包小腸那種端 你摸起來 摸到那邊這樣 然後你就覺得 它就像圈圈腸 那種圈圈的感覺 那種綁頭髮那種圈圈有沒有 你摸到那種圈圈的感覺 大腸圈的概念 對 這個是大腸圈的概念 那個就不會是痔瘡脫垂 那個就是腸子脫垂這樣 那個病人 我們現在看到當然 就覺得還滿緊張的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要幫她做專診 那我要先講一個概念 就是為什麼會脫垂 因為這個病人是七十幾歲 她生過五胎 那每一次的懷孕 對我們的骨盆腔來講 都是一次考驗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女生的骨盆腔底部 它有點像個懸吊床一樣 平常年輕的時候 它是很緊緻的 那你生一胎之後 它為了讓寶寶出來 它會先放鬆一次 寶寶出來之後 它再回來 回來不會回到最年輕最緊的時候 它就會少得鬆一點 一胎一胎就越來越鬆 然後到時候懸吊床就整個垮了 所以如果像這種直腸脫垂 它絕對不是用痔瘡的治療方法 它必須是一個比較大的手術 那以前我在日本禁修的時候 有一個醫生專門在做這個手術 它就必須要打那種很大的鋼釘 後面就帶著那種韌帶一樣的東西 人工韌帶從骨盆腔穿過去 然後掉一個像X字型 就等於幫你把那個下盤的地方 支撐起來 你才有辦法把那個子宮跟直腸 要掉回原來的位置 但如果是多產 比較容易發生這種事 如果平常 像我們現在生了少 比較不會碰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比較好奇 但那個人有沒有給你開 對啊 沒有 就被我轉診到日本去 轉診到日本去 因為台灣可能也有人做相關治療 但是因為我受訓的醫院是在日本 然後有位醫生專門就是在做 日本的老年女性多產的 這種直腸脫垂 我那時候在訓練的時候 可厲害了 它那個直腸跟子宮這樣拖在外面 就覺得說平常包尿布 或穿素布 可以這樣子把它hold住 脫下來的時候就掉到外面去 對 那真的是很誇張 所以要諮詢醫師 聽了中醫師講的那種生五胎的話 其實生五胎的 它的一個骨盆腔脫垂的機會 是超過四成的 所以當然越多產的話 它的一個骨盆腔脫垂的一個機會 越高 直腸會從肛門口脫出來之外 它也有可能朝陰道的地方 掉出來 那陰道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掉 那最常見的是子宮脫垂 那我之前就有一個 看到一個阿嬤 她是大概58歲左右 那她生了三胎 但是她在生完之後的40歲左右 就把子宮給拿掉了 因為她有很多的子宮肌瘤 那個時候造成她經血的問題 那到58歲之後 她覺得很奇怪 常常在洗澡的時候 就是底下搓底下的時候 摸到種種鼓鼓的 那上廁所的時候 一旦要去大便的時候 就會更明顯有東西鼓出來 甚至到後來她走路走一走 底下就發現有血字這樣子 可是子宮已經拿掉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掉了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結果其實一看到它 外陰的部分根本不需要翻開 直接就是一包肉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陰道的脫垂 正常的狀況下 就是陰道上面有子宮 子宮上面有韧帶去做支撐 一旦子宮拿掉的時候 它如果韧帶沒有跟陰道去對縫的話 陰道就喪失了那個支撐點 那再來就是生產一樣 生產的過程中 這個韧帶會被拉長 所以慢慢的就鬆弛下去 所以它就整個袋口這樣子掉出來 那其實我常常跟病人講 就像是那個口袋 陰道就像個口袋這樣子 一個袋口 脫垂就是這樣掉出來 就這樣掉出來 因為阿嬤常常會搞不清楚說 到底什麼東西掉得出來 我就會這樣跟他們講 那到底要怎麼樣解決 很簡單就是把口袋塞回去 把口袋塞回去 後面的部分韧帶必須要釘在 對 必須把它釘在韧帶上 要怎麼樣釘 就像中醫師剛剛講的 我們會拿一條長長的鋼針 去帶一些不能吸收的線 其實不容易吸收的線 如果像是尼龍線的話 或者是一些特製的塑膠線 它不太會造成組織的反應 所以發炎反應 基本上是很輕微的 那過去的話 我們也曾經試過 用那種人工網膜 整個把骨盆腔 拖起來這樣子的手術 其實效果也是滿好的 現在醫學越來越進步了 對 所以今天探討了那麼多 我就說器官的問題 本來就五花八門了 今天也讓大家更了解 自己體內的器官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維護它 才能讓器官長保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